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我们的团团传项目,我们上一节课讲的主要是定制导航栏及table栏,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如何在右上角显示一个搜索还有一个定位的一个按钮,首先我们一会我们看一下代码,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实现城市的一个定位,我们看一下,我们主要讲一些如何来定位到北京市这个城市,或者是你所在的一个地区,所在的一个城市,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代码,我这里加了一个在鸡类里边加了两个函数,就是设置右边的一个导航栏, 它上面的一个按钮,首先我给它创建一个veo,然后创建两个button,一个是搜索的,一个是定位的,把这两个button呢,再加到我的一个veo上,设置一下坐标, 然后呢,就是用这种save the navigation item,把item设置成这个item,这样我们的一个搜索框,看一下我们的搜索和这两个,这个定位的图标,按钮就会显示在我们的导航栏的右边,这里边有一个,我写了一个公共的方法,来 返回一个button,设置它的一个样式,这是上节课我们讲的一个内容,回顾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定位, 看呢,首先如果加入地理定位的话,首先要在info.list里边,做两个文章,做一下文章,首先我们要加的是一个,或类型的,这个里边,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在添加的时候,这里边没有,比如我们输入ns,nslocation,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不加了,我们在plist里边加一下,我们在这里边,info.plist,这里边的,这里边呢,我们加了几个,一个是location,always use a description, 它的意思呢,就是在前台或者后台,都使用地理位置的地理定位,这个问一u字呢,就是说在前台的时候,才使用地理定位,就是说我们程序在打开的时候, 这时候使用定位的一个服务,如果我切换到后台,它是不会,不会再进行一个地理定位的,如果我们设置成第一种, 不管你程序是前台还是后台,都会使用一个地理定位的服务,这个第二个参数,就是只有在前台的时候,才会使用。 我们还有几个参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usage description,它是在用户,请求用户授权的时候,一段描述,描述信息,我们可以把它加一下, nss,s,s 这时候我们可以切换一下, show,这时候我们加一下location,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只有这个提示,只有location,没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个location,这个字符,这个变量,需要我们手动,把这个字符照拷备进去,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我随便写一句话 团团转 团团转 要访问您的地理位置 好 我们提供了一段描述信息 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在iOS8以上的话 需要用户 如果使用地理定位的话 需要用户进行授权 就是用户允许你使用的话 你才会使用这种 才会获得地理位置 否则的话你是获得不到的 第二点就是说地理定位 只有在设备上才能够调试 所以我们在设备上运行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是我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偷样 这是我们加了这几个服务 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调起地理定位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这里还看不到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 我这里写了一个地理定位的一套公共的函数 我们要使用地理定位 首先把Corey Location Framework 来加进来 如何加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link with black 我已经加进来了 大家也需要在这里搜 Corey Location 直接双击一下 它就会加进来 加进来的 Framework 我们最好放一个单独的文件夹 我这里是放在这里 方便大家进行一个维护 或者是看我们用了哪些 Fremwork 好 加进这个Fremwork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了 我们这里是怎么写的 地理定位 它有一个代理 我们如果我们获取地理定位位置之后 如果获取了城市信息 我们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代理 这里边是真正的一个调用方法 如果我们的位置服务可用的话 我们就定一个Manager 这里边设置一个精度 设置一个更新的频率 这里边我设的是100米 它的单位是 看一下我这里定了一个 它单位是100 这里边就可以start updating location 就更新我的位置信息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iOS8以上的话 需要请求用户的一个授权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授权的地方 它获取授权的时候 这里是返回的一个授权码 看用户授权的是成功 还是允许还是不允许 这是输出一下 如果位置更新了 或者是我们的地理位置 我们获得了 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经纬度 这里边有一个location 它是一个 这里边有一个精度纬度 再根据这个经纬度 进行一下反地理编码 就是根据经纬度 来获取我们的一个城市 或者位置信息 这就是反地理编码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数组 我们这里边如果获取到了 就break 其实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名字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acmax 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name 就是一个全比较全的一个地址名称 这是一个街道名称 然后还有一些小街道 或者还有一些城市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根据类都可以得到 得到之后我们就告诉关心的一个代理者 告诉他我们城市获得了 或者我们地理一个详细的地理位置 我们获得了 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地理位置了 好 我们在我们的商户里边 加一下调用一下这个服务 调用一下这个fs location 然后我定一个变量 fs location 为什么写一个公共的类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根据我们这个项目 各个地方各个页面可能都用到地理位置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变量加一下就行 好 然后设一下它实现这几个代理 然后我们这里边定一个函数 reload location 地理位置 然后我的location等于 location block enit 注意一下我们的电码格式 然后location delegate 然后再调用一下开启我们的一个开始定位 这就是一个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我们实现一下代理 这是一个详细的一个街道名称 这是第一个根据你的净纬度获取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名称 好 我们这两个函数就写完了 我们在这里边调一下 reload location 好 我们这样基本上写完了 我们首先可以先看一下 团团转 它是怎么做的 三分转 启动 它这里边定位的城市 这里面就是北京市 然后我点这个定位的按钮 它会在下边 在这个地方 它会在这个地方 显示一个详细的一个街道的名称 你可以看一下正在定位 当前位置是哪哪哪 好 因为这个地理定位呢 它在各个页面都有 所以我们把它写一个fs location 一个公共的类 各个页面都可以去调 好 看一下我们的 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我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还没起来 你可以先等 好 起来了 我点一下 随便看看 好 这个 这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团团转要访问你的地理位置 就是我们 这个info的plist里边 这个就是一个描述信息 大家可以也可以不写 如果我点了允许 看它的status现在是零 我还没有运行的时候 它是零 我点允许 好 这里我在这点一个允许 它就获取到了我的一个城市名称 然后还有一个 它的一个状态是三 三的话就是允许 这样呢 我就获取到了这个地理位置了 然后我再根据这个位置 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我获取到这个北京市之后 我就设置一下我 左边导航 显示的一个名称 这里边其实就是ctname 然后呢 fsglobalalert 就弹出我的一个地理位置 我们还可以在下载地理位置 因为它是义务的 我们还可以显示一个加载等待的一个提示 这时候显示加载提示 如果获取完了之后 比如我获取完成时之后 或者是把这个城市之后 我就把它加载提示 给它隐藏掉 我们再看一下 看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地理位置 然后这就是这个北京市 就是我获取到当前城市的一个名称 刚才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函数 因为我们是在 因为我们是在积累里写了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刷新一下地理位置 这里边就可以调一下 reload location 重新加载一下地理位置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进去 啊 再重新看那个动作 看一下啊 好啊 我们这里边 他正在获取地理位置在转圈圈 这个网络可能有点慢 他还没有获取到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啊 他获取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隐藏掉了 网络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啊 正在加载 网络可能有点问题 这里边会显示一个啊 滴滴位置 还没有还没有获取到 啊 可能网速的啊 好 现在刚看一下啊 刚刚刚获取到 啊 这里边 这里边呢 比如我选 选一下 这个按钮 选一下 点一下这个按钮 他会重新减 获取一下 这个位置 啊 这就是我们 这个获取地理位置的一个 要讲的内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团团转呢 他各个看一下这里面 他各个页面呢 都有一个搜索啊 一个地理定位 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的程序 目前我们的程序呢 看一下我们的程序 现在啊 我只在商户里面加了他这两个功能 在团购里呢 我要也加上这几个 应该怎么写吧 我们可以定一个鸡类啊 把这些公共的方法呢 都写在 都写在我们鸡类里面 把他写在这里啊 所有要显示 地理定位还有搜索的 我们都在积累里面来实现 这样就避免了一个 代码的重复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商户 我们这里继承的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鸡类 这里边有一个啊 这些公共的部分呢 我们都写在鸡类里面 删掉 删掉 这样我们 我们这里边就 就不用写什么内容了 这是团购 团购的话 同样我也同道继承 塞的我们这里边就不用写了 优惠券 好 这样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点一下啊 可能传的有点慢啊 我再看一下团购 大家看一下团购 这里也显示一个位置啊 搜索定位 优惠券 同样的 也会显这个 我的里边现在还没有内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 将公用代码写在机内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就是 我不用做任何事情啊 只需要继承一下 就完成了我各个页面啊 统一共有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显示 这是给大家啊 大家需要自己以后 做运用的一个地方 好 地理定位啊 这个搜索呢 以后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地方 加搜索 我们只需要在机内里加啊 各个里边各个页面呢 都都只需要继承一下就可以了 啊 这样我们地理位置 就就加完了啊 这里边 我只是用一个弹框的形式来 啊 来显示这个信息 大家还可以按团团购 把团团转这种在下面显示一下 这种我的地理街道的一个信息 好啊 这个位置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城市定位就讲完了 这里还需要跟大家 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边呢 我这里边呢 加了一个fisdefine.h 我在使用它的一个红定义的地方呢 看一下啊 fislocation 我在使用这个常量的时候呢 并没有导入我这个投文件 啊 这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是把一些经常用到的一些投文件的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个各个地方都需要导入 我们只需要写一个预编译投文件 这里我写了一个 就是把经常引用的一些投文件呢 写在这里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来使用 我们不用再导入这个 我们不用再导入这个 在这里再导入一个 这个投文件了 我们可以搜一下 fisdefine 你看这里边这么多 我在写在预编译里呢 我这里就可以去掉了 这个也可以去了 好 这里可以去掉 我编译一下 也是已经通过了 这个文件是如何添加的呢 首先我们 在这里边 这里边 new thing 这里边有一个other 这里边有他 然后我们就可以添加这个预编译投文件了 那加完之后呢 还需要进行一下设置 就是在这里 我们搜一下 pie 在这里边 fix 好 在这里边 设一下这个预编译投文件的一个位置 设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经常用到的投文件写在这里了 这里边 这是给大家 给大家带来方便的一个地方 好的 今天我们基本上讲完了 还要注意 我们的一个代码 我们讲完之后呢 代码要记得及时的一个提交 我们这里边定位一下 我们再回顾一下代码提交的内容 首先我们定位到代码的一个路径 然后 get commit 增加城市定位 增加地理位置 定位功能 好 加完了之后 我们这是再提交到服务器 push 好 这样就提交完了 还在进行着 提交完了之后 我们本地的代码就上转到服务端了 这里边的m就会 一会就会消失掉 这样我们就不会担心本地代码的一个丢失 好的 今天课程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为什么 对 我 看到 已经